安打王 打擊王 盜壘王 金手套 最佳食人 超級多耶 就是人生第一次全會打嘛 不知道怎麼跑咧 人家跑這麼輕鬆跑 我跑快了 還像是那時候是對同意 我被丟到頭 然後起來的時候 我怎麼大家都去清空 有時候沒客人的時候 你只知道我還有外面喊客人 或者是跟著糖果就 欸朋友 都一起來好不好 跑起來 跑起來 張正偉 1986年8月5號出生 阿美族 綽號花花 成效力於中華職棒兄弟隊 中信兄弟 富邦漢將 台中市城棒隊 守備位置 外野手 退下球衣後 在三峽開了一家 小巧溫馨的零水店 希望回歸家庭 利用更多時間陪伴家人 好 我們歡迎花花 張正偉 嗨 現在在台北三峽這個地方 開的這間又結食品店 非常多這些小零食 小零嘴 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話 歡迎來到這裡做挑選 剛剛稍微看了一下 價格非常的親民 當然我們要詢問一下 當時接到那一通 試出電話 在接之前你自己有準備嗎 那一年 知道一直在下二居民的時候 其實已經是心裡準備 對 接到電話也不意外啦 就是沒有想那麼多 反正 放球不是打一輩子 當時我們也記得有規劃 跟我太太也記得有規劃 家族就是做這種 臨時店的規劃去找店面 找到這裡 也找了蠻久的店面 就沒有那個迷惘的 那一段 對呀 我覺得這樣很棒 就是已經有一些規劃了 你在打職棒的時候 因為我知道你有安打王 打擊王 倒壘王 金手套 最佳食人 超級多耶 那現在卸下球衣 現在來做這個食品業 那有沒有什麼樣子 你心態上 心情上的轉換 其實我沒有說很在意 這些職業的光環 跟一般人一樣嘛 他打球 這是我擅長的 那打球就認真打 打好的一面 給球迷看 我覺得不要跟球迷之間 有一個隔隔在 把大家都當作朋友 稍微有明確一點的時候 最大的就是我太太 就會想說 你不要太驕傲 你不要太驕傲 他會時刻提醒你 對 不時刻提醒我 說人家這樣一簽就簽 就照就現在 沒有說 我還是在於那個光環 其實我不太在意你 你原來這是過去式 我拚過 這樣就好了 我們剛剛有數了五個獎項嘛 假設現在可能到了比賽的末段 你自己知道 有機會拿到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心態 是怎麼樣 我記得我拿三冠網的時候 本來剛開始我還沒有追到 那個時候是陳冠任 他那個時候打擊率 還就三成 七起來八級 然後突然受傷 然後就一直休息 我忘記了 然後後來也是 跟自勝在拼 打擊網 一直跟他拼拼拼 拼到後面的時候 安打也跟轉還在拼 我想說奇怪怎麼大家 都差一兩隻一兩隻這樣 然後後來不知道自勝是 可能他累了吧 或者是怎樣 他打擊率掉下來 然後我的打擊率就一直平均在那個地方 後面那幾場 我還蠻珍惜 就是都打很打 你會因為那個獎項的壓力 而去改變什麼東西嗎 那個時候 伸手好的時候 那球好像在那邊 沒有啦 看一下 感覺很好的時候 我們是說那個球感很好 在好的時候 剛好配那個節奏 就算球在多快 都還順著 可以打不到 就都會有辦法應付他 對啊 沒有想那麼多 那時候就是覺得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爭取到那是更好 我有一個習慣就是 比完賽 都回家去檢討一下自己 看一下今天的比賽 然後去做調整一下 有時候晚上會自己去揮個棒啊 那有一個印象 對戰的那個感覺 邊揮棒邊想 我老婆說 就是這是我很好的點 我說還好打球的人 不是都要這樣嗎 成功的選手 他一定有自己的那一套方式 那當時在打職棒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讓你印象 最最最最深刻的比賽 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一場 第一次全球打 第一次全球打 還有鼓組又是一個學長 誰 許民潔 許民潔學長 許民潔學長都在我靠打不好的時候 好 你要不要來 我丟給你打 我給你調整一下 就是人生第一次全球打嘛 不知道怎麼怎麼跑呢 人家跑都輕鬆跑 我跑快了 跟我一樣 我也是一軍之打 我也是全球打 因為我們不是很經常打全球打的人 對啊 不知道全球打應該要怎麼跑 而且我們當時打出去 就是全力跑 對啊 而且那一場 我記得打了五次嘛 還打了四次安打 然後還拿到APP 就是可能在課場 很不好意思學長 那在打職棒的時候 一定會有衝突嘛 有沒有讓印象最深刻的 清空板凳的時候 分印象的時候 我有一天總教練叫陳瑞正嘛 很像是那時候就被統一 我被丟到頭 什麼時候什麼時候 今年的時候 我記得是2011 那沒我的事 我記得那學長叫我姓蔡 蔡世勤 有的鼓勵 蔡世勤 有有有 然後嘛 就被他丟到頭 我當小反應沒有想 想那麼多 我記得我的頭很痛這個 然後起來的時候 咦 我怎麼 大家都去清空 後來才知道 總教練 他的姿勢並被欺負 他就出來暴提 這樣 雖然你是主角 但是你沒有太多的情緒 對 我不太在意人家丟的 是不是故意的 什麼的 丟了就丟了 也沒辦法 打球一定會碰到這種 被出身球嘛 之後了解 他是故意的嗎 還是 這我不清楚 陳教練那時候 你跟我講 故意的 我說 哦 不叫我 但是 故意的出身球 往頭上去丟 是比較少見 通常都會是往下半身 往身體 往屁股 所以那個時候 總教練才會有 這麼大的反應 那時候就是主力球員 主力球員被丟到頭 還得了 後來我下一個打血 還有戴安全帽 欸 安全帽怎麼怪怪的 頭也給中 中起來了 打到之後沒有休息 就繼續 對啊 繼續 那事後有怎麼樣嗎 沒有 就正常 對 正常 頭部的出身球 真的很危險 好熱喔 我想洗澡喔 來來來來來 要洗澡 這裡有 Trunk Care 移發乳跟沐浴乳 那你有水嗎 有 等我一下 我們正在做服務的 太棒了 來吧 開始 薩膜可以洗澡了 我們Trunk Care 全新推出沐浴乳 以及洗髮乳 再次沐浴乳出了兩款 療癒載鄉沐浴乳 還有慶良書新沐浴乳 想購買的 歡迎給影片下方連結購買喔 還有七八雞 七八雞 咖啡音喔 因為我知道我們在打棒球的選手都是從國小 國中高中大學 然後可能在當兵進到職業 一直都在打棒球 退下球衣之後 等於是從零開始嘛 就重新出到社會 包含到你現在像現在在做生意 那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 沒什麼碰到什麼困難 沒有可能說這就是我的困難 沒有啦 反正就是幫助我的人蠻多的 我碰到的貴人也蠻多的 加上我的藏人啦 還有我們總盤 也是我們自家的嘛 剛好就是銜接 讓我覺得不打球 你可以去做另外一種工作 可能是大家喜歡看我笑 還蠻喜歡我的 因為我比較沒有什麼脾氣 不會跟人家去爭執一些有的人 大家都對我蠻好 在在地的這邊三小的 有幾個朋友也蠻挺我的 很容易就介紹一些大老闆啊 一些這個貴人啊這樣 我覺得還蠻欣慰的 就是廣結善緣 那再加上事前有一些規劃 到目前為止都還算順利 有啦 剛開始還不習慣就是 什麼東西都不懂 然後你要去慢慢的一滴一滴去學 像我以前又不玩電腦的 這樣開始慢慢接觸 後來就慢慢準備 蠻好玩的 找不到客人硬要 欸來啦我們這邊再槓一下 來槓一些 開槓一些 或者是這個隔壁攤啊 就跟那些姐姐們打成一片這樣啊 還蠻好的 做生意的部分有沒有什麼技巧 應該是說你要想遠一點 假設你 我們東西有些的東西賣不出去 你要怎麼去讓它變得可以賣得出去 你要讓它變得漂亮 這幾個月是我們的小小月 剛好一個節日中秋節 那你去做一個女孩 喔 你會一直有想法這樣 想要去做什麼做什麼 做生意的人就是要比人家想的還要快 要有很多的配套很多的方式 對啊 來度過 因為各行各業一定會有所謂的小月 對啊 或者是這邊廟蠻多的嘛 就跟廟配合 類似是這樣 剛剛從外面走進來 包含到現在看到這個倉庫 應該要壓不少錢在這裡對不對 會不會讓你是有壓力 壓力一定會有啊 不然只能動力嘛 有時候沒客人有時候 你是在外面喊客人 或者是跟著堂果說 欸朋友 動起來好不好 就自己打鬧 欸動起來 動起來 趕快出去了 跑起來 做生意本來就是要讓自己開心 不是做得很不好 每天過得開心人家看了也 看你開心 他們就趕進來 這會有一個循環 對啊 你有辦法去感染到 其他人啊 那畢竟也是打了大半輩子的棒球 現在你還會手癢會想嗎 其實已經沒有特別去想了 就頂多偶爾去看一下 臉書或者是電視 關心一下棒球 每天都在想說 你們這些都要 什麼時候要出去 趕快出去 這對我來說比較重要 我們知道學長職業打完之後 還有一段時間在業餘 職業跟業餘 這一個心態上的轉換 或者是你看到的一些什麼 雖然有落差 但是他們還是一定的水準在 只是他們的心態 沒有比職業的心態還強 他們也想打好 然後打不好的時候就會 轉 進入那個漩渦裡面 一直轉 轉到 我說又不是世界末日之類的 業餘選手技術 絕對是沒有問題 對 就差在那個心態的轉換 當你在低潮你在打不好 投不好的時候 可能很快就放棄了 已經很好了 他們就偏偏去練那個缺點 不是把你的優點放大 是把你的缺點放大 這個也是我們經常跟大家說的 要往長處發展 這樣子你才會形成一個 有特色的球員 可能我打擊很強 那我手臂很弱 我就一直去彌補我的手臂 手臂起來了 但你就變成一個比較均衡的選手 你就變得比較沒有特色 但你如果持續去經濟你的打擊 你打擊再持續的提升的話 那大家第一想到就會是你的打擊 對啊 那球隊總教練要使用你的話 我現在需要打擊 打擊第一號人選就是你 那我需要守備 那就會有守備比較強的人去守備 對對對 那學長 在看我們影片 有非常多是打棒球的球員 甚至是職業球員 我知道還有職業球員 來加我的頻道會員 是嗎 有沒有什麼話想要給這些後備 就是有一個想要突破自己的心態 珍惜在棒球圈的那段時間 好好努力就對了 日底下一定要好好的去做功課 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要去做那個有的沒的 我們現在頻道的觀眾朋友們 有很多還是非常支持學長 那有沒有什麼話想要跟他們說 很感謝這些中華脂肪的球員 有空的話可以來這邊參觀參觀 打哈哈也可以 現在大家都關注在中華脂肪 我覺得去幫他們吶喊 幫他們加油就好 有空再來看我就可以 哈哈哈哈 來這邊帶一些餅乾去球場吃啊 在三峽 對三峽民權街六號 又是六號 他的背號也是六號 根本就是他的店啊 注定好的 我知道學長可以那麼的成功 背後有一個很支持你的老婆 那你有沒有什麼話想跟老婆說 就很感謝老婆就一路上支持我 不管是失敗還是成功 不知道怎麼說起 就好像蠻好的啦 哈哈哈哈 夫妻十幾年了 老婆現在還是一樣 不管我做什麼事 他還是要不支持我 像我所以說我想要往外 拓廣更多的東西 更多的想法 然後我會跟他討論一下 他還滿說沒關係 你有你的想法嗎 我們去接下去做 就是一路上支持我的老婆 對啊 鄭偉學長跟一般的 退休職業球員 比較不太一樣的 很多球員退下了球衣之後 他是到基層擔任教練 他學長他是比較跨領域的 我覺得這個行業也是蠻特別的 從進職棒之後 就開始有這一連串的規劃 因為打球不可能打一輩子 在這麼多的選手裡面 也一個國慶學長 可以打到45歲而已 人中之榮 不是每個人可以這樣子 就算45歲退休後 你要做些什麼事 我覺得人生規劃是非常重要 那今天也謝謝張正偉學長 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這一間食品店 還有他的Facebook 我們都把它秀上去 大家可以多多來這裡 來購買他的零食 跟學長聊天 謝謝 拜拜